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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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对了 你还没说呢 你为什么瞒着我装了三年的小混混呢 我还这么年轻还没有到回顾往昔的时候吧 快说 四年前 我爹被金水坝暗算 我从京城回到河阳 接掌银与楼 那是我这一生 最黑暗的时光 为了保下我父亲打下的基业 我逼着自己成为冷酷无情的少主 丧腹之痛 无人可受 甚至连一滴泪也不能流 直到那次受伤 我遇见了你 虽然说 虽然说 你把我当作喜欢打架斗我的小混混 但是你 只有你 愿意跟我做朋友 我今天 背了三十七具尸体 我背我都直不起来了 回来的路上 还有一群小孩跟着我 一直用石头砸我 本来呢 我以为这些年我也习惯了 日子嘛 总是喜乐少 辛苦多 这不就是普通百姓的日子嘛 可是有时候吧 还是赌得好 都一样 我曾经以为 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 就应该除强服弱 纵横江湖 可是正眼一看 除了阴谋算计 就只剩下你死我活 活着怎么 怎么就这么难了 老天爷 你可真会玩啊 你说 你说 我给他们的亲人 入恋下葬 为什么他们还要辱我骂我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身边的人 除了怕我 就是酸起我 还要杀我 去他的李老板王掌柜 去他的银语楼 进水包 把我的爹娘还给我 把我的人生还给我 遇见你以后 我才重新开始笑 杨才卫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但是 你也太不把我当朋友了吧 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就不把你当朋友了 那你在酒馆遇见了我 为何不等我酒醒之后 与我相认 难道在你心中 我比不上那个小骗子吗 不是啊 你跟小生都是我朋友 只是因为 那件事件它牵连重大 我不想把你们俩也卷进来 要不是找不到师傅 我连小生我都不告诉他 我这条命就是你救的 为你再死一次 又有何妨 我说你 能不能别老把死挂在嘴边 盼我胆好行吗 也盼你自己点好 知道了 客官 里边行 大人 前年灯溃案最后一名死者田华 就是此店的邵东家 案发以后我多次放茶 绝无一楼 不是潘大人啊 你们快看 那不是潘大人吗 还真是潘大人 可怎么看着有些憔悴啊 听说啊 卓少主位的上官小姐和潘大人 大大出手 今日还去了衙门送的聘礼 恐怕已经抢走美人放心了 那我们可要好好招待 若能让他重新光彩照人 我们店就出名了 也不知强叔的女儿在哪儿摆摊 放心 来了我的地盘 找个人还不容易 快长人 还不锦她 手放符 莹予接堂主召歇 挟手下弟兄 恭迎少主大驾 恭迎少主夫人大驾 不是我 我要真想给你准备惊喜的话 也不会准备 这么俗套的场面吧 那意思是他们擅自揣托少主的意思了 别急 我来处理 招堂主是吗 是 少主有何吩咐 我问你两个问题 少主 问便是 第一 上官小姐不喜欢被打扰 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吧 明白明白 爱戴在心 敬而远之 这第二 我来银语街是来找人的 你把人全都给我清空了 请问我去哪里找 少主放心 属下知道您是来找人的 属下已经安排好了 这就带您过去 回少主 盈语街摆摊的小份都在这儿了 我亲自派人抓的 一个都跑不了 超堂主 属下在 从今往后 你就是招乡主了 少主 属下不知做错何事 请少主民事 还不赶紧松吧 是 赶紧放人 事已至此 解释清楚吧 那个大家别害怕 我们没有什么恶意 我们就是想找个人 你们这儿 谁是卖冰影的三姑娘啊 我就是 我就是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谁能回答 我就留下谁 大人请问 大人请问 你们以前的少东家 叫田华对吧 他有什么仇家 死前又与谁结过什么恩怨 田少爷人可好了 哪儿来的什么仇家呀 对啊 他和气生残 从不跟别人结怨 可惜这么好一个人 竟然被恶交给咬死 真是一想起来 就让人难过 我 就这些 就这些 嗯 大人可想好了 要选哪一个 就你了 原来潘大人是这种口味 点什么头 还有你 什么恩 躺下 这位是卓少主 这位是上官小姐 他们问你问题 好好回答 姐姐 他要吃了我 你别怕他逗你玩呢 好啊 这是蜜剑 送给你吃 嗯 那个三姑娘 我们今天来只是想问问你 你父亲强叔之死 没有恶意你莫要见怪 原来 银语楼大张旗鼓地关我们半日 只是为了方便上官小姐的问话 有什么尽快问 在迟 我的兵也要化成水了 那个 强叔遇害 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吧 嗯 五年前的灯会 卷宗里的记录我都看过了 我想问问你 你还能不能回想起什么 不对劲的地方 或者说 有没有可能的仇家 我们冬日取兵 存兵 夏日出来卖兵饮 每日睁眼闭眼都是生活琐事 从未与人结缘 那强叔呢 他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 没有 每年灯会前 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那会双双也才五岁 除了干活 还要照看他 一切都再平常不过 可没成想 还是出了事 只留下一辆冰车 和我们姐妹俩 想问一下 强叔的尸体葬在哪里 我想去看看 没有尸体 为什么 我爹下葬后 没几天 他的坟墓附近 出现了一些动物尸体 伤口跟我爹的一模一样 我把这事上包县衙 他们根本不理睬我 但后来几年都会接连死人 那些人的坟钱无不如此 我们越来越害怕了 我叫伤人的事 也越传越邪乎 于是 县令便派人 将所有遇害的尸体 都挖出来 扔进河中 献祭恶窖 大人 力度可好 你叫什么 小翠 小翠 您告诉我 你们方才在隐瞒什么 嗯 没有啊 大人何出此言 你刚刚流泪 是真情流露 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 所以 用一种极其夸张的擦泪方式 来掩盖痛苦 若我所料不错 你与田华 应该关系匪浅吧 他死了 你很难过 但又不敢让别人知道 我说得对吗 这里没有其他人 你可以放心告诉我 大人 我与田华 确实私下相好 当初是他收容我 让我有了安身之所 故人一想起他 便悲从中来 可他 他平日为人 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和善 脾气很急 对人动辄打骂 整个华容殿的人都怕他 可他是少东家 大家又拿他没办法 所以他一死 大家都觉得是老天爷降下的报应 又怕调查牵连太广 引火烧身 所以才串通了撒谎 大人 大人大人大人 你有没有觉得我容光焕发了 去案发现场 哦 好嘞 坟前怎么会出现 同样死法的动物尸体 这事是越来越诡异了 施畜反常必有妖 此事 八成是有人捣鬼 我们这样查下去收效甚微 不如我去找其他三家打探一下 看看他们是否知情 你这样打探有用的话 他们也不会在和谣隐藏十多年 反而打草惊蛇 十多年 嗯 我爹娘的死 可能跟他们也有关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这些人救出来 还你一个公道 走吧 我们好久没去喝酒了 今日我请你 我还要回去复命呢 恶不良事的 走了 姐姐 谁 小生 放开我 三哥小姐救我 这个小骗子说我是小混混还忘恩负义 说杨采薇认识我属于交友不慎 商官小姐 你告诉我 我该如何处置她 你 她吓唬你呢 我跟阿姜已经相认了 小生 你怎么来这儿了 还不是这个小混混 去鬼师必问我跟你的关系 我担心你有麻烦 一直想要告诉你 但是没有机会 没想到她是银语楼的少主 我怕你出事所以跟我来看看 辛苦了 阿姜刚刚说请客喝酒来这儿 你一起来吗 嗯 凳什么凳啊 我姐姐让我去的 走啊 姐姐 走啊 大人 这里就是第一起命案发生的地点 其他命案都在沿河附近 还有这儿 这里这么偏僻 现场也没有脱身痕迹 死者为什么会自寻到这种地方 我们也都觉得特别怪异 若不是恶交闹妖 实在无法解释啊 快快 快快快 我和你啊 你去救人 我去追点怪物 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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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下手真狠 怪不得人家都说 银语楼的少主 足月就开始引人心 姐姐我跟你说 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 你一定要小心他 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哎呀 他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些传闻都是道听途说的 什么道听途说 我十年前就在鬼市做生意了 每天赚那点钱 我还要给他们银语楼交月娟 哎 有一次 就差了几个通班 他们带人把我的摊子全都给掀了 东西全都给砸了 你说他作为少主 他不知道这事 我才不信 鬼信啊 反正那会儿我就开始发誓 但凡我以后要是见着他 我一定我去 你就如何 我 怎么 只敢在背后说人是非 当你面我也会这么说 我要教你做人 给你好好上一课 诺 哼什么哼 吓我一听 喝酒吧 你还有一种 是 你刚才能不能预阅 引入送了 念想 在干吗 大人 那要不我们去找找 不必了 你们是县衙的虚礼 不是上官府的家定 是 是 这 什么意思啊 这潘大人不都跟上官小姐和好了吗 怎么又这样啊 老爹 不知道了吧 这叫避嫌 那毕竟着少主 已经对上官小姐表过钟情了 说不定啊 这会儿人已经被接到 被接到 阴雨楼做少夫人去了 关于尸体的记载呢 上官 对不起 公子 到了盈狱楼地界 崇澜江的手下便清空了所有街道 本来我还远远看着 但是入夜之后 上官小姐到了河边 便跟丢了 什么 方才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人 所以就赶紧回来禀报公子 大人 出事了 大人 这是今晚在河边发现的 是 教神所谓 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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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送到亭氏房 立刻验尸 是 快啊 是 陈三 陈三 去啊 快去啊 是大人 刘不怀 刘不怀 对 召集其他人 马上把伤管指给我找回来 你去盈狱街附近 阿泽去河边 我去盈狱楼分头行动 一有消息 立刻回报 是 是 是 我 我 我 慢点啊 什么意思啊 你们来列队欢迎我 韩大人 这么劳实动众 你该不会是怕我把他拐走不成 少主 你先回去吧也不早了 好 那你也早点休息 你们先回去 你们先回去 哎呀 走了 别看了 走走走 走 你喝酒了 一点点 就一点点也没耽误查啊 你看 这是阿娇帮我做的那个 那个 死者家人的笔录 你看看 小姐 你看看啊 小姐 有卓少主做靠山 你在和阳姿势畅通无阻 看来 是我多虑了 什么意思啊 吃火药了 小姐 小姐 我听阿泽说啊 刚刚大人知道你跟卓少主一起出去之后 担心你有危险 派他安住保护你 但阿泽没找到小姐 又听说河边出现了恶骄 还咬死了人 大人急坏了 姐姐了所有人一起去找你 还准备亲自去引语楼药人 好 当真 转刀玄斗 亦有消息 别快回报 公子 你也太不小心了吧 刚长好的伤口 又裂开 明日啊 我再给你多备些药 这个伤罐痴 只要碰上他就没好事 那也不能全怪上官小姐啊 她也是为了查案 你之前不是一直不喜欢她吗 什么时候开始帮她说话了 对呀 不知不觉当中 好像就对她讨厌不起来了 甚至还越看越顺眼 真是奇了怪 一个人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有如此的改变吗 你们听说了吗 昨天河里又出现恶骄了 当然 我都亲眼看见了 那恶骄 张着血盆大口咬人 牙齿一根 有这么长 又尖又利 还真是吓人哪 听说还死了一个人哪 这近年灯会还没办 那个玩意怎么就来了呢 你们不知道 现在要有重查灯会啊 必定是此举惹恼了恶骄 出来现身通了 这可怎么办哪 赶紧的吧 赶紧的吧 你看 这是阿江帮我做的那个 死者佳人的笔录 该不会是那个时候 大人 你是不是后辈的旧伤又犯了 不劳费心 大人你要写什么 你告诉我我来代笔 不用了 上官志 你 文书代笔 本就是我的职责所在 死者佳人与报官者所说一致 然后呢 现场附近 军务大盗 脱拽等痕迹 死者俱为 自信前往顾皮处 疑似手人作案 县衙上下 询问调查了 死者的生前关系 尤其是仇人 以及利益相关之人 落下几笔 不负自信义 但龟总发现 所调查之人 均无作案事件 亦无杀人条件 与我四季与你今生 与流年去匆匆 与你花前尘封相拥 与我幻人重复着梦 与你暖雨 与我浓浓 与神与共 夜暂无明显共通之处 是 自打来了县衙 又多多少少给大人 添了不少麻烦 我要谢谢大人 不必 反正我也是为了 为了向上官兰交代嘛 我知道 我代哥哥向你道谢 大人 大人 不好了 怎么 河边又出事了 不是 您 还是 亲自出去看看吧 贵请韩大人 莫要在查灯会啊 触犯娇神 天人共悦 潘大人求你啊 潘大人 不要在查灯会啊 潘大人 不要在查灯会啊 不要在查灯会啊 潘大人 不要在查灯会啊 潘大人 不要在查灯会啊 潘大人 昨 昨夜那具尸体 已经查验完毕 如何 哎 伤口和灯会案上的尸体 毫无二致 定是恶究所为 毫无二致 可我分明记得死者 伤口血肉模糊 而灯会案的死者 没有一丝血痕 这 小 小的推断 会不会是 秋神爷爷 之前没人看着 就把血吸干了 但这次有人看见 他就 行了 不用再推理了 下去吧 是 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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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卷宗上写的是蓝紫色 这具尸体是伪造的 目的是为了制造惶恐 不让县衙查下去 昨日我追的恶骄 看来也是有人在瞒天过海 浑水摸鱼 你不觉得这样的手段 很是熟悉吗 跟在生死方 趁机杀死蔡生小妾是一个路数 不错 看来有人安纳不住了 我们在追他们的同时 他们也在盯着我们 大人 陈三 唐人则罢了 你还是个武作 不去查验尸体 寻找凶手线索 反倒县衙里装身弄鬼了 大人 不是小人不查 但这凶手是焦神大人 你让小人怎么查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 我这么做没有半点私心 我都是为了大人和同僚们 不受天前诅咒 是不是各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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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 陈五座说得没错啊 这人心不可悲 天意不可为 大人 这恶交案啊 是万万不能再查了 不能再查了 大人 不能再查了 大人 你们说的不无道理 我也在想 若是一意孤行地这么查下去 恐不是良策 大人何故叹息 这话虽如此 可我已对和阳百姓做出了承诺 如今出尔反尔 岂不是自打耳光吗 所以这到底是查还是不查 我心中甚是纠结 不如这样 既然你们都说是天意 那查或不查 我们就让天意来做主 天意 什么意思啊 上官侄 去我房里 把那一百枚铜钱拿来 是 大人 黄天在上 后土在下 河阳县令攀岳 欲彻查恶交商人一案 现寝室上仓 若铜钱字面全都朝上 则遇事此案应当彻查 真凶必将落网 一百枚铜钱字面都朝上 这怎么可能呢 看来潘大人也想放弃了 真是跟自己老台阶下 老台阶都不可能 上官侄 扫 走 找 走 嗯 这就是 字 全是字 全是 全是字 全是字 真的 您看那个 那个 字 都是字 这些都是字 这 Häns 天意如此 攀越明了 所有人听着 若是谁 以后胆敢再替恶交 扰乱军心 罚奉一月 战三十 都听明白了吗 是 是 桑文芝 将这一百枚铜钱定在原地 真凶落网 我再来祝祷还愿 大婶 今天天这么闷热 来碗冰饮吧 这里离河边那么近 我哪有心思吃这个呀 我要不是家里端了米 我才不来这里呢 我先走了 姐姐 你看 冰都快坏了 听说这里的冰饮很好吃 是不是真的 虽然前一日发现了 与灯会案死者情况相似的尸体 但无论从作案手法 时机 还有伤口上来说 都有明显的区别 应该是有人故意要干扰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 集中在灯会案上 经过这几日的查问 大家有什么想法不妨说说 刘不快 你先说 是 县衙上下重新排查了 死者生前的仇人和过往恩怨 我们认真 我们认真地 仔细地调查 发现 有犯罪嫌疑之人 都没有作案时间 有作案时间的 都没有作案的条件 即使有动机杀一个人 也没有动机杀那么多人 从犯罪动机上来看 我推测 此犯罪嫌疑人 应该是一个 疯子 刘不快 听这也太敷衍了吧 我都替大人不愤 鞋你能耐啊 刘不快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只不过严谨来说 凶手可能是神志正常 但内心扭曲的人 他可能是为了某种快感 或者某种执念 而随机杀人 所以我们要做的 是要找出死者之间的共性 共性 那大人 有什么共性啊 哦 小的明白了 共性就都是和阳人 和阳开山捕鱼 遭到天谴 所以 如果说凶手有执念 那他选择在灯会做案 说明灯会对他有特殊的意义 如果对他有意义的 不是灯会本身呢 去把去年夏至 发生的所有案件 都找出来 对啊 如果夏至对他来说 有特殊的意义的话 那灯会取消了 还是会有很多案子 没有被爆出来 然后咱们找到共同点 僻静的小河边 受伤的天图穴 那就可以找到落网之余了 哦 老夫这就去 哎 三 我怎么觉得 上官小姐比我们几个 还适合干这样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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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友之呗 她懂什么呀 无非就是善良 揣摩大人的心意嘛 嗯 莲儿 大人说要赶工 让后厨做好饭菜 直接送到二堂 好 然后再多加几个菜 但是今天吃饭的人多 可能稍微开放晚一点 反正我没事 我帮你打打下手 太阳打气瓶出来了 你会做这些吗 别给我帮到忙啊 放心 以前我娘啊 做饭的时候 我经常给他打下手 你看我做什么 没有啊 就觉得不开心 就在那儿 我们把想法 都在做什么 就是 行 还有 不是 警察 我 我觉得 安全 还 大人 大人 开饭了 我终于开饭了 饿死我了 快快快 铃儿姑娘做的菜呀 我能吃三万米饭呢 铃儿姑娘这菜烧得真好 大人 你吃什么 我帮你加 不用了 我不饿 不吃怎么行 不吃伤怎么好 难不成我还一直照顾你啊 我好不好跟伤也 快吃 吃吃吃 来 过来 你有没有发现 有这个 你家公子和我家小姐之间 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有吗 你天天的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你家公子 我挺关心的呀 找到的杀人案一共九桩 但是对死桩都没有具体的描写 所以也不知谁是漏网之鱼 大人 这些案子我知道 之前那位县令说 好不容易不开灯会了 就别给自己找麻烦了 所以都是草草记录 压根儿没仔细看 如果要一桩一桩调查清楚 最起码也得好几个月了 大人 竹少叔来了 书朝露当围光彩坑迎接清晨 我们确定彼此要凭多少个眼神 骗过我的是诚恳 困住你的是认真 过往太重难免会我入神 还要体会多少次坠落 才能对爱恨从容不破 谁都没问放手那一刻 是洒脱还是软弱 去世误入了心门 是仓皇的不忍 是不敢与你制作路人 挣扎几魂红烈 哪怕欲损 却不忘此生 若是草木劫离人 若深水解空门 一朝某夜兴盛 只愿不负这相思浮沉 只愿意不负这段 念念情深 虚实误入了心门 是仓皇的不忍 是不敢与你制作路人 挣扎几分红烈 哪怕欲损 却不忘此生 若是草木劫离人 若深水解空门 一朝某夜兴盛 只愿不负这相思浮沉 只愿意不负这段 念念情深 不负这相思浮沉 不负这段 念念情深 词典多词 词兰arde 词兰叶 词兰